Android的专案 所以我们首先呢 先来在Eclipse里面呢 打开一个新的专案 那有可能你在New的这里 直接会看到Android的Project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Project 当你选择Project之后呢 如果你很正确的安装了Android的 虚拟机器这些相关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一个 三角形Android的下达式的选项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一次因为是要完全建立一个新的 所以我们选择Application Project 但是如果你已经从网络上面下载 比方说课本上面的现有的程式嘛 那么你有可能要用的就是 这个Existing Code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程式 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好下一步 进入下一步之后我们要看的话 就会是Application的名字 这是在你的LongTray 也是桌面上面你会看到的那一个的名字 那比方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做一个Simple SimpleCalc 也就是一个简单计算机 Project的名称可以跟Application的名字相同 也可以是不同的 Application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留下了空白 或者是呢 或者是用中文字来代表 那Package的名字 那Package的名字的话 是一个 算是一个辨认值 好那我自己的习惯 老师自己的习惯 也跟你们讲过了 好会做这样子的命名的动作 BOSDK 在这里我建立的是4.1的版本 但是往下相容 我允许它往下相容到2.2 所以最低最低 只要2.2就可以来使用 OK 好 然后下一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下一步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好 那Foreground 也就是它的前景色 前景色是否有什么其他的 你可以在这边自己选择 选择一个你偏好的一个方式 好 这是它的四个图档的大小 分别是解析度最低的小型的荧幕 一直到X4HDPI 这个是extra large的荧幕 也就是大型的平板电脑 好 然后再接下来 你的Foreground的Scaling 所以你是不是你要做空格 还是说永远都是至中 好 请看一下它们两个的效果 一个是放大 一个是按着凸效的大小做至中 你也可以一样是自己去做选择的 那么 同样的 它可以选择它的shape 也就是背景色 然后发现它的不同 Foreground color它的背景的颜色 跟前景的颜色 它的图档的央视 好 那这些的话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 你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当然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新增一个新的额外的功能 过来 新的额外的档档过来 好 我们直接按下一个 那因为我们要给2.2的专案来使用 所以我们选择Blank Activity 好 Activity的名字 这是你的主程式的名字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 Layout的名字呢 它会 嗯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它是一个XML档 好 那Navigation Type 因为往下的部分是在3.0以上才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的是None 什么东西都不要去使用 然后Title的话 这边的话就是 我写SimpleCalc 它的主程式 或者是我们还是保留SimpleCalc 好 那完成了之后 哦 我现在没有安装 嗯 Require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在这台电脑上面 我的SEK的版本 最底是203 因此2.2它会告诉我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好 所以碰到这种状况的话 我要往回 去找到刚刚的 minimani版本的地方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调一调 往上调一个版本 二零三年三三 其他的部分的照样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去改它 一个人让他们自己去记得 然后下一代步就可以直接按一下finish 那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 嗯 好吧 我把它装起来 好 那等一下 完成之后 我们再继续 在第二个单元里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你建立完成了之后 你应该会看到的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之中 我们要看的是荧幕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建立专案的时候 有选择了一个activity main 好 这个activity main 则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主城市 它所使用 它所要用的荧幕 好 它的位置 好 那 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整个城市的结构好了 这是我们的专案名字 叫做simple calc 然后src是我们的原始 城市档的原始档案所在的地方 那你可以在这里 一路一路的点选下来看到 有一个main activity.java 这是我们刚刚也自己手动设定过的 asset 是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 会要使用到的一些相关的资产 其中呢 包含了影片档 音效档等等的 并 这边是一些我们会用到的外挂元件 然后还有包含它最后打包好的程式 打包好的apk都会在这里 好 libs library 也是一样的 里面 未来我们将会使用很多很多的点drar档 那jr的档案 其实就是java class档的一个压缩档 好 然后再往下的话是一个res res 在res的这个档案之中呢 它分成三个大类别 第一个大类别的话是drawable 应该会有三个 到四个 好 在手机的版本 2.x的版本 包含2.1以上 你应该会看到这三个档 好 这三个字目录 分别是代表着low dpi 低解析度 中解析度 以及高解析度 那如果你今天准备了图档 记得每一个地方都要摆一份 会比较好一点 而第四个 则是在平板电脑4.0以上 才新增下来的解析度 叫做超高解析度 好 这是给平板电脑专用的 然后再往下的话是layout layout也就是萤幕档 那当然我们有可能会从A功能去呼叫B功能 所以我的萤幕档有可能不只是一个 好 有可能会有很多个 好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是menu档 menu档是你在按下硬体的menu按键 或者是选单列的时候 它会出 它会使用到的一个功能 目前我们不会去用到它 而往下的话value value这里的话又分成 大概会是至少一个档 也就是strings.xml strings.xml呢 在做的事情是 预先或者是将你萤幕上所要显示 纯粹显示给使用者的文字 做一个分开的处理 分开的一个处理 跟分开的一个记录跟设定使用 而另外两个 我们陆陆续续会用到的分别是dimension 也就是萤幕设定的部分 在萤幕设定的这个部分呢 比方说我今天要在每一个栏位中间 你都要去排下一个间隔 比方说账号空格 然后接下来是密码空格 碰到这种状况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设定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界面的设定的部分 或者字形的大小啊 如果有固定的字形大小的时候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支程式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一支程式 请看一下outline的部分 它所使用的萤幕的界面的编排是relative layout 它所使用的是一个相对式的编排的方法 那一开始它预设了一个textview 纯文字的文字方块 然后告诉你它里面的内容是hello world 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relative layout 相对式的界面 好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先拉一个新的元件进来 而这个新的元件呢 我要先把它放过来 好我先把它放在萤幕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你看到它里面的文字就是textview 好我们要先把两个文字方块分开 所以我先到strings.xml里面做一个新的字串 我要建立一个add一个新的字串 这个字串的名字叫做 obj 我要放的是名字 然后存档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东西obj它的信号是自传 好然后回到我们刚刚的activityman城里 我在刚刚还没有设定好文字的地方 用编辑文字画出的右一键 然后选择刚刚的obj 你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它会出现在这边 OK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先来做的事情是 我要帮它取一个id 这个id是主1512的 好 asign id 给它一个新的识别号码 比方说tst00号 OK 所以你看那边tst00号 而这个刚刚的sharer名字的地方也一样 我要叫它tst002 这是为了等一下它可能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OK 所谓的相对位置或者是相对版面编排 最典型的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里的sharer OK OK 那如果你把operty的这个栏位给打开 让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好 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 sharer的定位方法 请您找到从上到下找到的来来的地方 就在这 它的定位方法按照照色的阶段就知道 不要定下来的位置是以营营物 做上上为远远远远 去上方的边界桌上 去左方的边界桌上 所以 而这个营营物的整个范范围 它的质型的范范围是整个白色的这个边框的区块 这个related layout就是这个区块 而这个区块就是我们刚刚的两个文字方块块的parate 也就是从营物的角度上来讲 我必须要给它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部曲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再一个格式部曲的架构领 再贴上两块字串 再贴上两块字串 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而这个XTSD2的字串 它的贴的方法 在LionLion就会先定义 它在L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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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它的贴极结构 就是 AA 从它的结构 的对柱手边开始 然后接下来 从它的上方开始 从它的边边跟这上方 这两两个进行定位的动作 所以这边还试试这两个快速的试试是继续这样子的 那这下还有可能发现 它可能你想要的东西并不完全试试 所以你要继续修改它 比方说 其实我要看到的是 HELLO HELLO WORTH SHARING 也就是我要让文字翻牌2号 出现在文字翻牌1号的右手前面 要切在它的右手前面 但这种情况下 下面会有一个主体定位者 然后还有一个被动式的定位者 我们的主体定位者当然就是HELLO WORTH 因为SHARING的这个名字 它会叫HELLO WORTH一直跑来跑来跑去的 所以这种信息底下 就要去消消掉这两个限制 我们先来消消掉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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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的限制 好 你可以看它的效果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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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可以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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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想要的结果 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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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选择Lie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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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永远跟谁 跟哪一个方框框 的最下方是有一个对积的 OK 所以Lie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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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它以谁为标杆 也TST0为标杆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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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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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可以不用两个都放 好 所以这是 先存档 然后再回来这里 我们就会看到原本的TestView一键 那这样做出来的一个好处 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 一旦 我们helloworld移动的时候 OK 等一 под 我们把Parent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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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先清掉 然后让它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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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s 我要让它跟TXT01一起 Ok 他們兩個就會拍拍站 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往下還有一個Layout 2 什麼什麼 To Left Off 跟To Right Off 擺在誰的左邊 或者是擺在誰的右邊 擺在誰的左邊 或者是擺在誰的右邊 那我們這邊要把它擺在 好我剛剛要將它 不是Layout 我剛剛要將它擺在 TST01的那個 IDEM的右手邊 所以Sharon 將會擺在 TST01的 右手邊 而且是 這樣的話就會是緊密的排放 好 就會是一個緊密的排放 OK 那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Aliion的地方 但是要注意一點 有可能它會跑掉 比方像現在這樣就跑掉了 它的Aliion的地方 就跳掉了 因此你得要不定時的 去把它清好 清完了之後 然後就記得要去做存檔的動作 這就是它的效果 這就是它的效果 那在同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會有一個Left 因為以這個Sharon來講 我想要它靠左邊對齊 或者是說你要跟 或者是說你要跟 第一個TST01 你的基準資源 保持著一個固定的位置 或者是一個特定的位置 那這個情況下我們就可以使用Left 那Left在這邊 我們使用的單位是DP 所以像是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往右手邊我要距離 我的邊界 是三 距離我右邊的這一個標準物 是33DP 那往左邊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用DP 或者是我可以選擇 我剛剛已經在Dimensions裡面 定好的一個數字 DIV 做的是一個間隔 好 現在你看它這邊就自動跳出了 這個就是20DP的一個 嗯 寬度 好 這是一個20DP的寬度 那你要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以此類推 然後慢慢的 你的螢幕編排 就會把整齊的編排出來了